我们和Steven聊聊一只 他也看好的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又是有些困难的股份 聊聊一只顺宇 因为刚才你说大价的科技股 就真的不要电柱了 但是比如说手机设备的 你也看好 刚刚一只顺宇就公布了 6月份手机镜头的出货量 就是要跌2.7 手机摄像头无脏的出货 按月就跌7% 看到今早的股价 其实低位都跌过7% 去到212.4的水平 你建议因为都多投资者持有的 这股份跌得这么多 是否一个吸引的水平去吸纳呢 或者有货的现在跌得这么急 是否应该沽了它呢 基本数上面当然 市场不会喜欢跌到一个大数下跌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现在首先可以判断 就是市的气氛情绪都是差 你看到 恒生指数高开几百一样都可以容易收窄了 当然现在原子上早开市都不够半个钟 但是刚才 就是我们最初段 我怎样去评价市 但对2.7 之后如何走势 我希望大家记住了它 就是说现在原来的市 根本还是一个在一个不好的氛围里头 在一个不好的氛围里头 就算你按年有大数上面 按年上升呢 市场都会挑剔来个按贵的情况 情况就好像1919中远海洪 你以为一个按年很高的增长引起吗 那些人看到按贵不行 顺义 你连按年都如果是下滑的时候呢 那这件事其实都挺被人挑剔的 那今天现在暂时半成了 为什么我刚才会说科技股里头的算好呢 刚才700、9988那些 属于3月份、5月份底部都穿了的 这只不同啊 这只3月份、4月份的顶部都升穿了的 所以严格来说 虽然它今天跌半成腾讯、阿里那些都算是有的升 但是强呢 就一定不是腾讯、阿里 就一定是顺义这类 它仍然是属于强 不过当然这样的贴方 好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它在叫做3、4、5月的时候 它大概200元受了 后来它在6月份的时候 一冲 最大的成交 最大的洋竹 一冻就冻到上来 譬如213元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那个叫做破位 那如果假设 譬如今天 落到213元 原来又可以收窄回 今天不要买东西 记住 有货照保持住 如果这只股份 虽然这三、四天 它是有少少 叫做立番范 但是这个情况属于 如果后市迟迟都可以 站到213元 其实它形态上面是继续帅 它绝对好过大家 经常口口看那些腾讯、阿里的 所以有货的话 站在213元 没有货的话 多看两天 站到213元 其实都可以买 后市继续看破顶 好,那Steven就叫大家留意住 个位置是213 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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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